謝謝主席,麻煩主席請災防中心陳主任來接受質詢 好,請陳主任 賴委員好 你好陳主任,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可以質詢災防中心 那第一個首先我想要,直接第一耶 我想要請問是說,因為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像2019年的說台灣其實有一個太空盛事 其實也不只台灣啦,應該說是世界的太空盛事之一 就是台美合作的福衛旗號,順利的發射並且運作 那後來在今年大概3月初的時候 就開始肩負氣象資訊收集的任務,然後陸續的回傳 那在回傳之後,其實它首波的資訊 現在已經提供很多國家參考 那我想說的是說,目前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在太空產業的硬體建設其實有不錯的成績吧 我可以這樣講,包含去年 應該可以,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福衛7號在去年的6月27號發射以後 其實我們在10月1號已經開始接收它初步的資料 那委員剛剛提到兩個禮拜前 3月16號,它送的即時資訊,我們可以每天收到4400筆的資訊 包括從地面以上的10公里範圍之內的溫度、溼度 每天都可以收到這麼多的資訊 現在已經開始在接收了 謝謝陳主任解釋 那我就要繼續問下去 本席還蠻關心的一個問題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嘛 你大概有解釋說,福衛7號能夠傳回來的資訊是什麼 那事實上這些資訊目前呢 就本席的了解就是說 能夠將國內氣象預報以及劇烈天氣 包含颱風路徑及降雨的預測 準確度提升10%左右嘛 那其實之前蔡總統也曾說過 他相信福衛7號可以成為 數值氣象預報、防災及減災的最佳利器 這個是蔡總統自己講過的 所以我就想要請教防災中心這邊 目前你們和科技部福衛7號的配合 還有協同作業是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這個也是總統關心的問題 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從3月16號開始 每天收到4400筆資料 當然我們運用人工智慧的部分 整個去把它收整 然後去把它分析 所以我們跟氣象局有合作的關係 這些資訊當然在可以 未來的判斷裡頭 可以更精進去了解 這些降雨的變化 氣候的變化 當然對避災 對減災有非常好的提供的資料 那我就想要進一步請問 就是說更具體的應用有哪些 可以預防災害、減少災害 大概到什麼樣的程度 譬如說我們可以提出事前的預警 譬如說哪個地方能夠更精進的 指出會下多少毫米的雨量 然後淹水的範圍 我們能夠更精進的把那些範圍圈會出來 然後我們能夠更精進的 對於這個集水區的 這個三崩土石流的這個區域的發布 都能夠更精進的圈位出那些區域 謝謝陳主任的解釋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邊是真的很希望說國爺院跟交反攻心能夠繼續努力啦 因為畢竟美國在2018年的時候就發布了國家太空策略 表示說美國會持續強化這個部分 那我想防災這一塊一定也是重中之重 那你們的你們自己的氣象組也說過說 會嘗試用浮衛7號的資料來做這一塊 那這樣聽起來目前是有在進行之中嘛 那所以就是說我這邊希望的是能夠加速加強 那相關的內容 因為我覺得現在質詢時間有限 是不是有可能能夠提供相對的比較細節的內容給本辦 然後讓我們更瞭解這個部分 那之後我也會持續監督進度 是 沒有問題 好 謝謝 然後接下來可能就麻煩請國教署 彭署長 謝謝 謝謝陳主任 好 請國教署 委員好 你好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國教署 因為你們平常都有在做災防的演練的規劃嘛 那我想校園 以校園來說 面對自然災害時最可能受到最嚴重的損害 我想應該就是地震跟颱風 這個你們應該可以同意吧 是的 對 那就是說 現在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颱風來臨時 我們的校園可能就是等地方政府宣布是否停課 再做好校園防台的準備 但是地震呢 從議題來看 教育部和地震中心合作的全台校園地震預警系統 目前已經建置97% 然後大概是涵蓋了3,400多所學校 另外行政院推動的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舍耐震能力改善計畫 它是109年度到11年度的計畫 那目前經費是大概160億元左右 預計可以完成1870棟校舍的補償和拆除工程 那所以我覺得看起來如果這些計畫都有如期的去 在計畫中進行的話 那大概再過兩三年 台灣高中以下師生都可以有個安全的教學空間 不必再提心吊膽的 害怕就是上課的時候地震來臨 但是但是 剛才我講的這些計畫有個問題 它只涵蓋了公立學校 我想請問私立學校呢 因為我想地震、防災這種東西 應該是部分公私立學校都會遇到的狀況 我們應該都要 理論上應該都要一起準備 可是現在看起來這些計畫都是針對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部分你們怎麼處理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推動這個災害的這個防救演練 還有防災教育 都有包含私立學校 那我想 可是看起來剛才這些東西都是針對公立學校 那針對私立學校的部分 你們具體的做措施是什麼 我們在推動防災教育 其實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疏散避難演練 這是要求每學期 所有的學校都一定要各做一次 然後在國家防災日的時候 也要做相關的演練 那這個部分是 第一個是演練的部分 那第二個平常的一個防災教育 我們會透過地方教育輔導團 然後去透過 還有這個我們防災校園的一些建制 那這個部分是對 不分公私立學校 所以這個部分都可以涵蓋公私立學校 那我覺得就分兩個部分嘛 就是第一個我覺得看起來還是沒有回到我質詢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看起來就是這些具體硬體的補償計畫 還是都針對公立學校 那我希望你們這邊是不是能夠提供一個報告 來跟我們講說私立學校硬體這個部分到底怎麼處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你有講到就是防災教育的部分 我現在就也想針對這個部分再繼續詢問下去 就是說 就是說同樣是校園防災的重點啦 這一張PTT是韓國一部逃出災難現場為題材的電影 那台灣叫做《異作極限逃生》 那劇情是有毒氣體外洩 然後眾人要從大樓逃出自安全地帶的故事 那當然這個故事裡面呢 他的男女主角可以靈危不亂 然後協助別人逃脫 但這畢竟只是電影 那現實生活中不太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有很多的防災演練 那我要講的是說防災的概念這種東西呢 基本上是寧可百年不用 但是不可以一日不備 那我也知道說就像你們說的 目前校園都有安排固定的防災演練嘛 那主要就是避難逃生 或是說使用面火劑等等搶救道具 但有的時候我想大家都待過校園 你會知道說這種 這種防災演練有時候會流於刑事過場 或是書面作業 那我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小小的建議啦 就是說因為我們有注意到就是說 目前我們勞動部 勞安所有研發所謂AR跟VR的科技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因為之前實在有太多的勞災 職災的狀況發生 所以後來他們就跟一些業者合作 那推出了所謂AR跟VR的虛擬實際的演練 那目前我看到的是說感覺就是目前民間的feedback都還不錯 那我想請問的就是說你們這邊有考慮就是引進類似的東西 那來為我們的校園做防災教育嗎 是 跟委員報告其實就是這些災害的一些情境 在我們其他的部會 譬如說我們的農委會的水土保持局 他們在土石流的部分也有開發AR、VR 那這個部分呢還有水利署 所以我們在運用在校園推廣防災教育的時候 我們就也是有運用其他部會所開發的資源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因為我們有推動這個校園的防災教育 那在校園防災教育的時候他們必須要融入教學 我們也鼓勵學校運用新興科技 包括AR、VR的方式來結合到他的教學裡面 讓學生可以用創課還有動手做 然後把這個科技跟災防的一些情境做一些結合 我自己有去調資料 其實我現在看到就是說 有部分的學校有這個AR跟VR 然後有配合相關的措施 可是老實說真的是少之又少啦 而且幾乎都是集中在北部的學校 那我這邊想詢問就是說 因為這東西事實上 其實目前使用者體驗上面feedback是還不錯的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我們的防災教育這麼多年 防災演練這麼多年了 那我剛剛也都講了嘛 大家就是都有經歷過 我覺得後來就是流於行事 然後可能就是打個零就躲在底下 但是事實上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師生 可能對我們學校附近相關的措施 或是說防災應變的工具啊 急救用品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對 所以我在想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災防中心這邊 有沒有可能去考慮說 由我們公部門這邊來添購這樣的設施 因為我事實上我查到 只有15所學校有相關的設施 而且都是私立學校 所以我覺得有沒有可能就是 以公部門弄一個這樣的措施 然後輪流讓每個地方的學校來使用這樣的狀況 據我了解有一些部會他就是有提供這樣的一個教材教具來讓人家體驗 不過我也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多年來在校園推動防災教育 那逐漸的一個紮根 從去年的花蓮的大地震 0418的大地震 我們從相關的一些新聞報導 那都是即時臨時的 那在我們的校園他們在疏散避難演練 其實做得很 是大家都覺得肯定的 所以這表示說我們的防災教育 其實多年推動下來 在我們的學生是有把它扎根在他們的生活中 好 因為時間也到了 那我想我再簡單的說一下 就是說麻煩災防中心就是 因為我剛有講就是硬體的部分私校好像還是沒有處理到 我希望有這部分的報告 那第二就是說有關ARVR的配合 我也希望你們有進一步的評估給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接下來請高金招偉